我们要看的是228连续假期的时候 有人开车南下桃园 他说路上其实你这样看 车子并不算少 所以那个行车空间没有很大 你也不要想开得很快 但是就是这一台货车 去想强行的硬换车道 差点撞到了后面的车子 然后就是这一台小客车的驾驶 竟然还出口骂人了 马路是你家开的吗 228连续假期 高速公路上挤满车潮 找到口一辆小货车 没打方向灯 却突然从右侧逼近 明明前方没有足够空间 强硬切入不成 竟然摇下车窗痛骂驾驶 当时我行驶车的主线道 然后他要从杂道 汇入到我的车道的时候 然后他就是以强行切入的方式 并没有打方向灯 然后他切入车道失败了以后 然后就是摇下车窗 都有言语辱骂 然在金法的货车驾驶 露出粗壮手臂 口出恶言 仍然强硬切入车道 霸道行为 全被行车记录记拍下 觉得我的生命 可能会受到威胁 因为我车上还有老婆 跟小孩 所以我当下 我并没有去跟他做争执 我就把我的车道让给他 要先跟那个车主 跟他道歉 带个东西过去跟他道歉 然后这个司机 现在回来 我们就直接找他 就跟他开除掉了 交通部修法 逼求条款最快月底上路 未来以逼近 突然换车道等不当方式 逼其他车辆让道 可发6000元到24000元 严重肇事者 还可吊销驾照 不要出口抢道 未来像这样 21B车 通通都能开罚 记得我跟我们下期观察 台北报道